2015年間的一個會議 大家講我們明天的一個會議即將就開始 那首先呢 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許術委員 我是董建宏 我也是中興大學女官學成的育體教授 那今天很榮幸能夠擔任大會開幕的主持人 那首先呢 先跟各位介紹幾位與會的貴賓 包括說我們的環保聯盟的會長 劉俊秀 劉教授 還有本次民間人員會議的共同主辦單位 新經界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 蔡英文 蔡董事長 以及新台灣國社智庫的吳榮毅 吳董事長 那我們也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我們歐盟的 歐洲經貿協會辦事處的處長 Mr.Fredic Mbacha 以及我們也很高興能夠請到日本再生能源基金會的理事長 Miyaka Obayashi 謝謝Mika小弟 那這座還有我們的基金會 伊安基金會的陳董事長 以及我們巴巴建築核定聯盟的幹事 楊春美 楊林教授幹事 還有我們多位許多在場的各位的先進 各位環保先進 各位理事長 我就不好一一成功了 謝謝大家 那麼我們接下來就邀請我們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會長 劉俊秀 劉教授來跟大家支持 蔡總市長 還有吳總市長 還有我們龐處長 還有我們所有委會的會員 大家早安 早安 非常謝謝今天大家能夠來參加我們的民間人員會議 我想我們這個會議也是互相來對應我們下禮拜要開的這個全國人員會議 我們知道在全國人員會議裡面 他已經開始了一些所謂的婚禁座談 他其實給我們的一個感覺 就是說他要減探 他減探他的方式就是核人 那核人的話現在核市開了 核市已經被封城了 結果他們現在就是在打核一核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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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 核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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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的危險性是其實跟剛開始就是 這是最高的 核電和化電危險性最高的時候 結果你現在因為儀器老舊所造成的這個 這個危險性更高的時候 你又要再演繹20年 那危險性當然更高了 更高了 所以我們在婚姻會議的時候 我們已經做了一些表達 表達說 核電不能再演繹了 那我們怎麼來檢探 就是再生能源 那我們這一次的民間能源會議 基本上就是要談 我們用什麼方式來檢探 那這個也是我們這個會議最主要的東西 我們從供給面 需求面 還有制度面 我們來談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的會議 跟明天的會議 我們會在下個次代的請問的會議 提出我們的會議 那我們非常謝謝各位來參與 參與討論 然後一共給我們的一些意見 那我們更謝謝我們的蔡董事長 吳董事長 還有龐市長來共襄盛舉 來參加這個會議 非常的歡迎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余會長 我們也知道 行政院對於能源會議 他們的結論其實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們環保聯盟的秘書長 陳秉恩 陳秘書長 今天也在報紙上清楚的發表 因為他們說減額就要加電降 那其實我們陳秘書長也很清楚指出 這不可能是亂講 完全沒有任何的科學數據跟依據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邀請新興建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 蔡英文 蔡董事長 來給我支持 劉健秀博會長 還有我們中意教授 還有文 administrators 很多 我们上期以来关心台湾的环保 还有反约政策的很多的先例 二 四 大家早安 早 好 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受到邀请 事实上我们新晋界文章经纪会 也是主办单位一 能够来到民间能源会议的现场 跟在座的长期在一起打拼的好朋友们 一同来思考台湾能源政策的未来 也能够在官方所举办全国的出会议之前 以公民参与跟民居讨论的方式 民居智慧商考共事 我觉得是十分有必要 也对受邀出席感到非常荣幸 我要在这里向各位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 投入在台湾的环保的议题 台湾的人员的议题 表示我的敬意和谢意 民主进步党从创造到现在 一直自询为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力量的意义 我们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 跟社会的进步 台湾长期以来的所谓 国营开发主义 必须有所修正 许多优秀的从政同志 与环保团体 公民团体之间 一直密切合作 无论是在环保法官的推动 分合家园的落实 还始终我们都坚持 而且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们也很清楚 当前台湾的认策有很多问题 我们的能源自主力偏低 充足无安 我们的能源生产力偏低 影响效应 我们的能源供给 被大型的国营事业所垄断 造成政策的一眼淌 这些都是期待被解决的问题 我要借今天的会议的机会 重申一些民进党的应应对策 首先 我要再次重申民进党非核家园的坚持 同时 我也必须要强调 如果我们希望可以落实 2025 的非核家园的主张 节能跟再生能源的发展 是台湾未来能源政策中 最重要的两个方向 缺一不可 非核家园是民进党长期以来的坚持 在理念推动的过程中 我们曾经挫败过 但是我们的力量从来没有改变过 2011 年近在眼前的日本东北大地震 对福岛核电场所造成的冲击 扭转了台湾人对核电的印象 我们长期倡立的非核主张 才开始受到国人管发的重视 当时 我就提出了2025 的非核家园的具体主张 让非核家园有具体可行的实力表 这个主张 我们依然坚持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人物 我相信只要孩子不要核子的诉求 必须要赔时间 让台湾人的下一代远离核灾的噩梦 为了非核家园的政策配套 我们也将新全力推动绿能的发展 目标是在2025 年将绿电占总发电量比例 从现在的4% 提高到20% 我们相信绿能的发展不只是环保农业政策 同时也是产业政策 以及就业政策 记得2011 年我到德国去参访 看到德国的绿能发展 因为政府的努力而不断地成长 不仅在发电量上逐年提高 也造就了新的产业的可能性 回锅以后 我思考再三 在寒冷的北方国家 太阳能发电都有发展的空间 台湾是全世界最大太阳能发电厂设备的出口国 同时还是一个拥有丰富日照的雅热带国家 为什么我们在这波绿能发展的浪潮中缺席 这是我们自己要问自己的问题 我们认为绿能的发展 不只是为了目前核电退役的电力缺口 也不仅是全球暖化的问题和解放 更应该是为了台湾经济 找寻新动能的重要关节 如果国家可以亲全力发展绿电 再生能源周边的产业将会快速地成长 新的产业与就业机会就会出现 这将会为现在砍起来非常沉闷的台湾经济 注入活水 找到新的动能 同时 我们也认识到 台湾能源政策长期以来 垄断在国营事业的手动 这些知识与资讯的垄断与傲慢 这是改革辞制不前的根源 我们将着手进行能源市场的改革 推动电业法的修正 打破国营事业长期以来 在专业与精英上的垄断 我们计划中将发电 输电 配电 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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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樣的改革思想 這樣的考慮 絕對不是只是民意化跟自由化簡單的思考 而是經營策略 能源政策的徹底和扭轉 長期以來 過於保守 降化官僚的能源政策 已經面臨發展危機和便宜的挑戰 臺灣最大的問題 就是政府即使看到了問題 也不願意面對問題 掙脫結構的困境 因此永遠無法解決問題 大家或許都感覺到 2015年的社會氛圍是一個大破大力的改革 能源政策的改革 無疑也是我們關鍵而且迫切的難題 今天有幸在這裡 與諸位先進共同討論我國的能源政策 跟辛格的措施 互相十分的榮幸 今年是翻轉過去錯誤的重要時刻 衝破這一關 臺灣會從此不一樣 現場除了我之外 也有許多的智庫 立法院 跟公民團體的夥伴 我要提醒各位 所有淺單的思考 都是必須要透過政治場域來實踐 因此 在這裡 我不要向社會保證 民族進步黨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是臺灣進步力量的一員 是大家改革路上的夥伴 過去是 現在是 未來也更是如此 我們必定會與大家一起盡心激勵 全力以赴 會找到更美好的臺灣能力 也謝謝大家 也祝我們這個大會順利成功 謝謝 我們謝謝蔡英文董事長 我們也希望蔡英文董事長 她的整個的演講的內容裡面 事實上點出了許多 臺灣未來應該改革的方向 我們期待蔡英文董事長在民族進步黨 去年2014年的地方選舉的大勝 接下來未來的2015年的改革 跟2016年的總統大選 我們都能夠看到 對於整個臺灣的能源產業政策 從地方到中央的時間跟改革 我們非常感謝蔡英文董事長 那我們接下來邀請 我們吳榮毅董事長給我們支持 蔡英文董事長 謝謝 謝謝主持人 台灣環保聯盟劉勳修會長 民進黨蔡主席 以及歐盟代表韓處長 還有日本大臨局長 各位歸民 各位理事、各位先生 今天非常榮幸 一定要在2015 台灣民間會致止 蔡主席 呃 首先啦 呃 要 恭賀這個 蔡主席 我想講的話都被你講光 哈哈哈哈 不過我還是這個 呃 還是在寵物一下 呃 有一些這個想法 所以我是基本上是 呃 贊同蔡主席的一些 今天的講法 那我們看今天啊 我們要討論的幾個主題 這個 第一個揮核 永續能源政策 這個當然是 呃 當然是民進黨的政策 也是 立法 要 在法律裡面啊 要 推動這個 家園 所以 第一個政策也應該很清楚 第二個這個能源效率跟節約能源 這個也是長期以來啊 大家 推動 問題是 如何 啊 採取有效的措施來推動 這個 效率提高 節約能源 第三個綠色能源 發展 供給面 這個當然就是 要如何來 推動這個 綠色能源 從 這個 這個 產業的觀點來 來 推動 啊 這個呢 當然需要有一些政策的配合 第四個 能源市場自由啊 剛才蔡主席特別提到 台電中油 這個也是 啊 長期以來 大家覺得這個 因為這兩家壟斷 才 沒有效力 我想這個 李前總統 最近到處啊 都是宣揚這個政策 啊 所以 其實這個也 老早 在民進黨的時候 就把它列入這個 民營化了 我那時候 那時候 在副業廣的時候呢 就是一直在推動這個 啊 自以無法 或者是 就是把這兩家 大的這個 這個 壟斷的 能源的 啊 公司把它 這個 這個 解構啦 但是一直做不到 啊 地方跟社區 綠電的 啊 這個發展 本來這個 再生能源就是一個 分散式的 能源 所以 社區的 配合 非常重要 我們明天 早上的 那個 屏東縣 曹縣 啊 還要來這裡 談 他有一些 這個 措施啊 是 可以說是 非常好的 開示 那 最後一個 國際能源政策 跟發展策略 這個當然也是 啊 大家都知道 全球 這個 這個 氣候變遷的一個 政策 台灣作為一個 全球化的一份子 應該做的事 所以我覺得 今天這個要談的 其實都很清楚了 為什麼還是 談 再三的談 這個 這些問題 特別是我們 這個 環保 各位同仁啊 長期努力 可是還是覺得 好像困難重重 那我們現在這個 蔡主席 把她的這個想法 在這裡跟各位報告 所以啊 如果 明年啊 民進黨 維持政的話 蔡主席講的話 就要 去做啦 各位可以 把這個 非常重要的這一點 啊 啊 記在哪裡 啊 啊 那我 我覺得 檢討一下 為什麼還是做不到 那我認為啊 這個 這個 我有一個 加工的機率 然後慢慢也變成啊 這個整個 企業呢 大家就是 便宜 啊 都是這個 啊 這個 這個 盡力 追求利潤 那麼 利潤啊 企業的利潤 這個是 啊 這個 一切的一個 目的 所以不管環保 也不管 勞工 也不管 這些呢 在國民黨的 威脅統治之下呢 他為了 追求經濟的發展呢 就是 這個 變成一個 最大的目標 那這樣的 結果呢 那 我們的企業啊 就是 追求 低成本 啊 我們到最近 大家都在批評的 呃 那個 呃 就是 加工啊 我們現在呢 不是台灣的所有的企業 真正 大家說是 最好的 PSMG 事實上它也是一個 整個 好 這個 資訊電子裡面的 製程的技術 比較進步 但是對於整個基本的 那個 科技它還是 不是 這個可以說 不是頂尖的 它還是 比如說 它一年說要買 兩三千億的投資 明年 可是那個設備 還是都是外國進口 不是自己的 那已經是最好的 那其他更不用說 那鴻海的 這個更不用說 就是唯利 唯利 就是三五%的這個利率 那這個沒有辦法在國際上 跟人家競爭 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 這個 廠商 一碰到 經濟環一改變 它就什麼 就移到中國 移到東南亞 就是要用 同樣的技術 只是 為了 第一年的勞工 為了 第一年的土地 加工在出口 那這樣的整套的思維 就變成了 我們台灣 這個 環保 它根本 政府也盡量 能夠幫 這個企業 啊 不要花太多錢 在這個上面 整個社會的代價 也能夠忍受 所以啊 就提出一個 新的 要建構一個新的經濟典換 用什麼呢 用這個 創新的驅動 跟進步的價值 來建構 台灣的新經濟 F1 那這個 創新驅動 當然就是要有一些 新的想法 比如說我們新的科技啊 再生能源啊 所有這些 都必須要有一個 這個 創新來帶動 哪有一個進步的價值 什麼叫進步的價值呢 我想的環保 就是一個進步的價值 那這個呢 需要我們整個 政府 政策帶動 還有呢 這個民間的社 公民社 公民社 NGO 還有一個就是什麼 要 企業 老百姓 共同啊 來努力 那這一部分啊 就是 我覺得非常重要 我們本來這個 我們的環保管理 已經做了很多 但是呢 還是覺得這個 整個 社會企業 還是沒有辦法 那當然 我們希望說 這個 政府來帶動啊 但是啊 我在這個 新的點話裡面 有提出四個 很重要的觀點 第一個就是國家正統 我們這個企業 有沒有把台灣 當成它的國家 最近大家看到 有很多這個例子 所以國家正統 如果你覺得台灣 是你的土地 你的國家 然後呢 你就會考慮到 你怎麼可以在這個地方 污染台灣呢 那這個 這個關聯就是 進步價值嘛 你不是為了賺錢啊 那你就不管啊 我就是 降低成本就好 我想 所以 國家正統 這個也是剛才 來談到 這個 中國國民黨 來台灣啊 五六四年 還是不願意認為 台灣 是 它的這個 土地 它的國家 所以啊 第一個 就是要國家正統 那第二個呢 那第二個呢 就是要價值的願景 就是剛才提到 這個環保 當然很重要的價值 一個進步的價值 這個 這個也是 需要我們社會啊 我們政府來 呃這個 從這個方面呢 來考慮 那第三個呢 我們需要進步的規範 我想 各位一定 特別是環保團 你知道我們很多的 比如說 我們的綠能 綠能 這個 稅制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規範啊 必須要通過 不過呢 在 因為不管我們要 節約 能源 或 需要一個稅制 我們比如說 我們剛才講 中油 台電 這種這個 這個 壟斷的 國運化 你必須要有新的制度 這個我覺得 這個 這個 進步的稅制 進步的這個規範啊 非常的重要 那最後一個就是 這個 治理的能力 政府 我們最近的黑心思議 我們看到 其實 政府的治理能力 實在是很差 就有規定 就已經規定 已經沒有這個配合時代的需要 有新的科技 一直出來 可是呢 你執行 也有問題 就是有規定 你也沒有認真去執行 所以啊 這個治理能力也非常重要 這幾點 我覺得啊 我們大家必須要來共同啊 這個 去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呢 我們這些 我們想 想做的 像剛才 蔡主席 提到的這些問題啊 我們怎麼樣來把它實踐 這個才是一個關鍵 所以我希望呢 今天在這個地方提出啊 這樣的一個想法 讓我們這個 黃法聯合 各位 這個同仁啊 這個 有一個 至少啊 我提供一個想法 然後希望 這樣去 努力的話呢 能夠達到 我們今天提出的 這幾點 這個 目標 好 因為這個目標 其實在台灣 這個 社會已經有 相當程度的構思 但是需要 怎麼樣去 落實 才是一個 我們大家共同努力的 今天很高興 有機會 在這裡提出一些想法 來 共同的參考 我們祝今天 大會成功 謝謝 我們謝謝吳榮毅董事長 那我想葡董事長 從經濟學家的觀點 已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我們必須要揚起 過去的 一味的 純發展的 發展經濟的想像 我們要改由 社會企業的想像 重新去建構一個 公平 公正 然後透明公開的 這樣子一個企業環境 跟經濟環境 我想 其實 台灣在 過去的一個月 我們大概已經從 柯文哲市長 那邊受到很多的震撼 可是那個震撼 其實對我們來講 對台灣社會的 多數人民來講 那應該叫做 common sense 就是 這是一個 公平的 合理的社會 我們不反對 企業追求利潤 可是我們要求企業 就如同 吳董事長講的 你要先認同這塊土地 然後 接納這塊土地 人民的所有的需求 就如同 蔡董事長所講的 整個的企業 必須要落實在 對於整個生態環境 社會公平正義的 這個價值上面 我們才能夠有一個永續的台灣 才能夠永續的地球 繼續去發展 讓台灣環保聯盟 從過去到現在 跟在座續續多多的 我們的環境保護同志 我們在過往所爭取的 就是這些價值而已 好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兩位董事長給我們的支持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要進行 我們今天的kino speech 我們邀請今天kino speech的主持人 我們的劉軍席劉會長 請劉會長 各位貴賓 我們今天很高興 一開始 我們就請到國際界 在國際上 就是在在生人員方面 或是在個人員地理方面 有很大貢獻的兩位先生 以理事 來給我們做了一些 一開場的這一些說明 讓我們了解 國際上現在 對在生人員 或是他的人員發展 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 讓我們了解 那我們第一個 我們非常高興 我們能夠邀請到 歐盟經貿辦事處的處長 潘威德先生 他今天主要來跟我們談 歐洲呢 他的一些人員政策 我們知道歐洲呢 跨國是很多核電 但德國呢 是不要核電 所以他今天會給我們 還有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國家 歐盟的其他國家 那他今天呢 會給我們一些 歐洲的一些經驗 然後也會讓我們台灣呢 會可以得到一些禁止 借禁就對了 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邀請我們的唐處長 唐處長非常客氣 他送我講得非常好 所以他今天要用中文的 語言來發表他的一些看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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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北章 在主席 吳宗司長 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 早安 萬一 其實我今天早上飛躍 又要講中文 所以我本來有點辛苦 但是你們會比我更勤 歐洲今晚 就是歐盟駐在台灣的代表處 歐盟就提醒大家 歐盟28個沒有五百人口 全球經濟的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歐盟的人和一個政策 都是非常大 可是我們把這個大的方向 今天早上告訴你們 要考慮到這個大的方向要28個會員國 來用普通的方式落實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裡 所以是相當複雜 可是也是相當豐富的 我希望我能夠提供給你們多一點的 有關我們經驗的一些想法 OK 歐濃能源測試我們的題目 那我們面對的挑戰是什麼 這四個挑戰 一個是文室奇蹟太方 跟能源使用有非常細細的關係 細細相關的關係 等一下我會解釋個問題 第二個挑戰是能源安全與共益 這個對我們的國家安全 我對歐盟的安全也有很大的關係 沒想到最近我們跟俄羅斯的關係 編成這樣依賴以後 俄羅斯是提供給我們歐盟 很多很大比例的堅然武器 那我們怎麼處理 我們是不是太依賴這個能源的進口 對歐盟來講是 對台灣來講更是 台灣更依賴的進口 第三個挑戰第三個問題是 空氣污染 這個我不用講太多 因為人貨羅斯南部吸的人 最近這些圈在台可以感覺得到 那我們的空氣污染 我們在台灣大陸 歐盟都一樣也是來自能源的使用 比較依次的問題 個人的安全 就像劉河江剛講 我們的會員國之間有很大的不同 有的會員國有百分之七十目的典禮來自自核能的法國 有的會員國已經決定放棄核能 有的會員國早就放棄 有的會員國從來沒有開始發展 有的會員國剛開始發展 那些絕對是一個好的方法 因為我們所有的可能性都有 可是 我們都有共同的問題 是安全 這麼保證 那 我剛剛講 文氏氣體 氣候變潛 跟能源有很大的關係 其實 文氏氣體排放 80%來自能源 其他的像農業 像工業的部分是比較小的 所以 我們要有一個能源政策 它一定跟我們的對抗氣候變潛的政策 是一起的 是幾乎一樣的 要考慮這兩個政策 考慮在一起 我也跟你們講過 我們的依賴經口 對我們的能源安全 是目前的狀況是有問題的 你們看從95年到2011年 歐盟總體來講的 Energy Import Dependency 就是經口的依賴率 從43%到53.8% 所以就是說 我們15年 20年來 這個問題 更有變嚴重 我們越來越依賴能源的進口 那我們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這真的是最 不能更簡單的 介紹我們的方向 有哪一些解決的方法 基本上有兩個大的方法 一個是將低能源的使用 一個是更好的能源配備 那將低能源是用理念 一方面是有一些做法 是不用改變我們的常務方式 比如說機構能源小語 比如說用更多的科技 一個例子 你可以繼續每天開車上班 可是你的車子要花的能源 花的使用少很多 再有進步 那另外一個方法 來降低我們的能源的使用 是改變我們的常務方式 比如說放棄你的車子 緩成你的汽車緩成腳踏車等等的方式 比如說冬天空調降低它的使用 或冬天我們的暖心 稍微降低我們的室內溫度 所有的一些方法 其實都要一起平行用起來 才真的有辦法達到我們的 比較有業性的目標 那更好的能源配備 減少石化燃料 當然這個跟排放量 跟排放量無知的關係 更多用再生能源 然後我這邊寫關於核能的辯論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 我們歐盟各個國家有他們自己的方法 可是沒有一個國家沒有討論 沒有有關核能的別的 大家都在熱門的探討這個問題 好 我這邊提供給你們 有關國盟的文士奇蹟 其肉編成能源目標的最簡單的表格 不可能更簡單 剛好我們去年11月份已經定好了 我們2030年的目標 28個會員國的政府和首腦的總統和總理 一起決定 這是我們新的共識 所以我們的出發點是1990年 我們有三點 一個是文士奇蹟排放量 到2020年我們的目標是 跟1990年比起來 降低百分之20 那2030年的目標是降低百分之40 是相當有約性的 可是你們也知道 我們的2050年的目標 是要降低我們的排放量 至少百分之80 跟90年比起來 再生能源到2020年 我們希望能夠在我們的能源培幣裡面 有百分之20的再生能源 2030年百分之27 然後能源效率即高百分之20 到2020年 即高百分之27到2030年 其實前面上面的排放量的目標 是相當有說服力的 下面的兩個是我們政府建立的共識 可是如果要聽我們國盟的環保 相當的環保聯盟的環保團體 他們非常不高興 他們覺得這個不夠 這個也是不夠 我們有沒有辦法 是不是可行 其實我們如果看2020年的目標的話 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的排放量的 減量的目標 會超過我們的目標 就是說我們大概會 降低我們的排放量 百分之二十四 我們的目標是二十 我們會達到百分之二十四 所以這個是OK的 我們做得到 所以2030年 降低百分之四十 也是可行 也有辦法 再生能源的比例 2020年的目標是提高到百分之二十 我們大概會到百分之二十一 所以OK 我們做得到 可是 降低我們的能源使用 降低百分之二十 這是原來我們的目標 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做得到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 能源使用的控制 是目前我們碰到的最大的瓶頸 我們這邊做得還不夠好 那 有的人說 你們能夠在2020年 達到你們的目標 因為 因為你們歐盟的經濟跨了 對不對 所以 當然 沒有用能源 沒有排放 是因為你們的經濟不好 OK 最近這三四年 確實我們有一點低潮 可是 如果你看 二十年來 就是這樣子 我們歐盟的國民GDP 成長百分之四十五 我們的排放量 我們的核心排放量 降低百分之十七 我們的工業 也有人說 太容易了 你們所有的工業的 生產都搬到中國去 所以你們的排放量 當然將近 那都是中國在排放 可是也不是 我們的工業生產 其實繼續成長 而且我們是一個 終極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工業產品的出口區 我另外提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 我們的一個會員國 德國 2014年 他們能源消耗 減少了 百分之三點八 然後他們的 所以我們 口音產產總分他們的GDP成長百分之1.4 所以 意思是說 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可以繼續成長 繼續把我們的經濟 同時降低我們的排放量 同時降低我們的能源的使用 這個是 這個是過去幾年 從90年到11年 那接下來 我們也知道 我們有辦法這樣子繼續下去 所以 這麼說 我們這些很 很 有業性的目標 不是 自殺性的行為 不是積極自殺性的行為 我們知道 我們 反而 會繼續 發展 會 會繼續 讓我們的經濟更 變得更好 這個太複雜 我 跳過 我們 還這樣 謝謝 我們還是要 我們 其實 為什麼有辦法 定 這麼有業性的一個目標 這麼 這麼一個 能源政策 一個 對氣候面前的政策 是 因為 我們有一個 很 大的共識 我們的老百姓 我們的 平民 老 人 我們的人口 都 覺得 我們應該這樣子做 百分之九十的歐洲人 覺得 氣候變遷是一個 嚴重 或非常嚴重的問題 百分之八十的歐洲人 也覺得 有辦法 一方面 更有效率的 食用能源 一方面 繼續 發展我們的經濟 其實 如果看台灣的話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這個 密調查 是台灣虛能源聯絡 基金會 做的 去年 四月 百分之八十五的台灣人 也支持 通過 一個文師奇蹟建良方 就是說 台灣的 老百姓 也覺得是一個問題 也覺得需要 採取 政策 可是 我覺得 台灣跟歐盟 還有一點 一個問題 就是說 歐盟的 企業界 也支持 台灣的企業界 支持嗎 我不認證 我不認證 我 還不夠 含蓄 這是 Business Europe 這是我們的歐盟 企業 企業界 團體 都是大企業 組成的 一個團體 他們去年 一些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 他們希望 歐盟的政府 採取 比較積極的 對抗 氣候變遷的 政策 他們也甚至說 如果 2015年 在巴黎 UNFCCC的 會議裡面 沒有辦法 達到一個 國際性的共識 那 歐盟還是要 自己做 沒有關係 所以 我們的好處 我們採取 這些戰士的 比較好的環境 就是 老百姓支持 企業也支持 那 我接下來 想跟你們分享一些 比較具體的案例 我剛才講過 我們 歐盟的成員 盯大方向 接下來 我們的這些目標 是 分配給每一個會員部 每一個會員部的目標 可能不太一樣 有的 有辦法做更多 有的 因為 各方面的 環境 企業 經濟的歷史 沒有辦法做那麼多 然後他們 怎麼樣大大目標 也是會員部的責任 他也可以選 自己選他要 怎麼樣到達這些目標 所以我們總體來講 在歐盟 有非常多的經驗 非常多的事業 非常多的好 好典範的案例 也有一些失敗的部分 我覺得 我們很樂意 提供給大家 這些好的案例 也提供給大家 這是我們失敗過的部分 因為都有 有缴訊的作用 對大家來講 當然 一個最核心的 一個工具 對我們來講 是我們的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碳排放量 碳排放交易 碳排放交易 制度 這個是全球 碳排放交易 制度的 的 分譜圖 所以你們看 全球有不少的 operating 正在運作的 碳排放交易制度 有一些 在under consideration 在發展當中 有一些 新開始 像韓國 他們今年 1月1號 就已經開始 啟用他們的 碳排放交易 制度 這樣地度上面 沒有台灣 不是說 我們忘記一方 是台灣 這個東西 還沒有 變成一個目標 一個真正的目標 能源效率 我們怎麼樣 達到這個目標 首先是有辦法 我們過去的經驗 告訴我們 說是OK 是合理 我這邊 跟你們 總結來講 講一些 分享一些事情 像 某州的產業 能源密集度 現在 比2001年 將減少為19 我們的新的建築物 平均 在歐盟 新的建築物 的能源需求 跟 30年前 是一半 那我們 最近 2012年 有定一個 新的歐盟的 能源之靈 裡面 裡面有一些 要求 針對大企業的要求 針對我們 各國 科研科的要求 我再給你們 一些 橘跡的例子 越來越多的產品 是 必須要提供 一些能源標示 讓消費者 了解說 他們要買的產品 到底會 好能 不好能 台灣也有 我們也有 我們也正在發展 越來越多的產品 當然 為了 消費者 要買 比較 能源效率 比較高的產品 是因為 典禮的 價格 比較高 如果 典價很低的話 那消費者不在 他不會去 努力 然後公司 大企業也 不會去努力 不會去投資 就是來降低他們的能源的消耗 台灣的電價實在是太便宜了 那是全球最便宜之一 我們覺得 這樣子的一個電價 是沒有辦法發展出一個真正的政策 也沒有辦法提供給整體的經濟一個環境 來 來 給他們 好的 投資的機會 而且 我發現 其實電價的問題 好像 這邊有一個公司 兩檔之間 不好意思 這樣子說 好像兩檔之間 有一個公司說 這個電價不要提高 最低最好 我們覺得電價比較高 也會提供給整個社會 整個經濟的 一個 投資的 一個機會 好吧 其次另外一個 一個 例子 從兩千年的 每公里 平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一百八十六公克 到 二零二一年 我們下一個目標 是要 降低到八十六公克 等於 那個 能源的 使用 降低一半 那是 汽車平均的 能源消耗 我們要會繼續下去 我們的企業界 我們知道 汽車的 企業界他們也知道 這個不是最後的目標 接下來 會繼續降低 這個 平均的 汽車 小能的 消耗 我們也會把這些目標 發展到 卡車跟巴士的 那個 裡面 我這邊提幾個 會員過的例子 當邁 他們去年 2014年的 再生能源 風力發展提供 百分之三十九的 電源 那是 當邁的 相當好的 成就 當邁 2020年的 再生能源目標 是 應該達到 百分之五十 記得 歐盟 終極的目標是 百分之二十 當邁更有 也是 他們想要大大 百分之五十 另外一個例子 英國 英國當然 比較大的國家 所以 做起來 比較難 比當邁比較難 所以他們的 風力發展 已經提供 百分之九連三的 總體的典禮 也是不錯 而且他們的 風力發展的 成長率 也很高 一年 百分之四年 風力發展的 成長率 百分之十五 會繼續發展下去 那另外一個例子 德國的 點 百分之二十八 來自再生能源 那是去年的事情 德國 德國是 八千萬人口的國家 德國是一個 很大的工業國家 所以 百分之二十八的 不是海外橋 真的是很 很不錯的 很不容易的成績 再生能源 也是 經濟血染人保 一個 slide 裡面 這樣這個東西 實在是不太嚴肅的 可是沒關係 我覺得 這個也是很重要 到底再生能源 是不是 貴到沒有辦法 付不起 太貴 對大家來講 不可能的 其實不是 我們發現 最便宜的典禮 現在是 差不多 五 到七 cents 那是 天然氣 或 我 每點 新的天場 的 價格 的 cost 那 風鈴 六個 cent 太陽能 八 到九 科能 十億 那 美國天然氣 然後加上一個 二氧化碳的 對 對吞 對吞 是比較貴 十一到十五個 cent 的 kWh 意思是說 其實 再生能源 貴是比一半的傳統的 天然氣 貴 可是也不是 貴的 付不起 又 越來越便宜的方向 現在的太陽能 比八年前 便宜百分之磅 而且 應該會繼續下去 這個我錯過一下 因為 有點太複雜 可是 那是在 在 針對太陽能的 環境 我們 歐盟的國家 還是花很多的 力氣 還有 很多其他的國家 花很多的力氣 去發展 太陽能 辦的 電力 這是 我們 那個 太陽能 旁邊 沒有那個 scale 這 伊德雷 第一個 讓你們看 你們的資料 伊德雷 有百分之八的 點閱 來自 太陽能 那我們 像 德國 百分之六 希臘 百分之六 比利是百分之三 四 等等 那 我 本來 今天早上有準備 要拿一個 網員進來 來 來 在這個 找台灣 因為台灣 不要找 我要走很遠 台灣在這邊 確實 蔡主席剛剛講得很清楚 台灣是一個很大的 PV的太陽能板的出口國 它可能佔全球的 PV的產量 一百分之二十 可是基本上 我從來在台灣沒有捧過一個 太陽能板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沒看過 所以 意思是說 真的有辦法 你看 德國 跟台灣 比起來 它的 普 菜 很低 那 OK 台灣還有空間 可以改善 這個 我已經要講到最後一個 slide 不然的話 我會真的超過時間太多 那 還有很多其他的政策可以採取 我這邊講得非常快 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也是很重要的 減少使用暖氣或冷氣 改變飲食習慣 吃少肉 這個差別很大 對能源使用的差別很大 對排放量 對紋石器排放量的差別更大 用比較小的車 比較少用車 遠距離辦公 虛擬回憶等等 有很多的可能性 是現在可以用 不會很感繞我們的日常生活 可是會降低我們的能源消耗 降低很多 那當然在這個瓶頸 我們也要繼續研究 繼續創新 提供給我們的社會 跟我們的經濟 跟我們的企業更好的方法 我們有一個 Horizon 20全體的研究計畫 當中 我們每年都會用差不多 將近10億的活躍 來發展新的 南遠的安全 乾淨 或高效能能源 台灣的研究結果 也可以歡迎他們跟我們 一起參加這些 Vorizon 20全體的研究計畫 我們希望看到更多 那我也覺得 我們台灣跟歐盟之間 還有很多可以分享的 我今年降得很快 一方面是因為我沒有時間 一方面是因為我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可是我們有很多的人 可以來 可以跟台灣的各界分享 他們的經驗 兩個很重要的我覺得 一個是地方征服 因為在歐洲地方征服 在能源的消耗效率 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那我覺得兩邊的地方征服 直接的對話 也是很有幫法 帶來不錯的效果 然後歐盟跟台灣的 非常不足之間 我覺得也是我希望看到的 一個未來的發展 我這樣完呢 非常感謝大家的耐心 謝謝 非常謝謝唐處長們 這麼精采的演講 那從這些演講 第一個 我的感覺就是說 我們環保團體在台灣 所提出的這些 在政人員的這個要求 希望他佔的比例 跟歐盟比起來 真的實在是我們太小了 真的差人家差太多了 所以這一部分 我們希望下一場 下禮拜的那個人員會 我們會跟政府強要邀請 定計畫要aggressive一點 那當然 譬如說他剛剛歐盟講說 有些會稍微差一點點沒有達到 他只要定計畫定了aggressive一點 做沒有做真正到完成 雖然差一點我們還是可以 兩級 那第二個 我們要謝謝唐處長 我們希望將來 我們台灣的一些 會政府組織 能夠跟歐洲的這些 會政府組織 能夠有一些聯繫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透過環境的關係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些聯繫 來增加我們台灣的這些 環保產品的這些知識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 歐盟的一些專家 來給我們一些指導 希望 對我們台灣的財政能力的發展 更大的幫助 更大的幫助 那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第二個Kino Speaker 是從日本來的 他是 Mika Obayashi Mika Obayashi 他基本上是日本的 戰爭協會的那個機長 理事長 那他對日本 戰爭人員的 戰爭人員的協會的理事長 那對日本的戰爭人員 非常的 有 就是說 非常了解 那尤其在 湖島 河災以後 他在這方面 有更深層的一些 看法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 能夠邀請他 來幫我們影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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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請Mika小姐進行演講之前 她會先宣傳一下 我們有那個翻譯機 有需要的請到外面去見 Mika小姐等一下 她會用語言做演講 不好意思 Hello 各位先生 各位先生 和我的朋友 你的答案 謝謝 好的 Players 有一首 I am really sorry that I'm the only person who doesn't speak longer in here. And then take your time to get some, you know, headset to be translated in Chinese. So I just feel that everyone has. So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I would introduce so quickly that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who we are, the Japan Renewable Energy Foundation. Japan Renewable Energy Foundation was founded in August 2011 after the Fukushima accident by Masayoshi Son. I think that he is quite famous in globally. He is the CEO of SoftBank Group. That's the kind of second biggest mobile and IT power company in Japan. And according to Forbes,he is the richest guy in Japan. But according to Wikipedia,he is the guy who lost most money in Japan as well. And he faced that accident and he saw that it is a sin if you know but don't act. And he decided to contribute himself to explore the renewable energy deployment in Japan. And he founded our foundation.And our foundation is mainly focusing on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research but not technology. And also that he founded the bigger foundation for children who suffered to lose their parents by accident and tsunami. And also he invested the renewable energy business to establish his company. And our leader is Thomas Carver. He is the executive board chair of our foundation. And he is also a former director general of Swedish energy agency. And at that time of the Fukushima accident,he still has the time to go on as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energy agency. But he quit that job to become the executive board chair of our foundation. But he is living in Sweden. And then that he,our contract is like he spent 25% of even his time in Japan as the executive board chair. And that this is a kind of work,you know,our plays are like recognized as the service reliable information source on global and Japan 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or something. And then that we organized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a double K especially the policy makers to introduce the advanced 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to Japan. And we are very small team like 10 people at the foundation. So we are not like the campaign oriented NGOs. But we focused on media to deliver our message to the public.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now. And then that I get into today's topic that Japan's energy status. So this is the kind of primary energy supply in Japan. As you can see, more than 90% of its primary energy is supplied by fossil fuel. And of course that this trend was accelerated after the Fukushima accident. Because no nuclear is working in Japan at the current status. So we are importing all expensive fossil fuel from abroad. And then we found out about the rather older summer plants. And then the supply electricity from those summer plants. But actually that this trend has been not so much different even before the 2010. And some people say that like this status is very fragile because that we had a huge dependency on Middle East. But as you can see the least dependent time was in 1987. And it was the 67.9% that we depended on the oil of Middle East. But actually that we steadily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dependencies since then. And then that it was like 83.2% in 2012. So this dependency is not brought by the nuclear accident but it has been continuing in Japan. And this is, I think that there are some signals that what kind of energies that the country wants to develop. That energy 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igures could be the one signal that the country prefers that one particular energy or country has a willing to develop that one technology. This is the comparison of several countries of governmental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dget. And the leftist one is the Japan 2010. And the second one is the Japan 2011. And the US 2010 and 2011. And as a comparison Germany 2010 and 2011. And as you can see the blue part of Japanese governmental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dget is very huge. And this is a kind of a nuclear and a nuclear fus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dget. And actually that the most of those Japanese nuclear and nuclear fusion money budget is occupied by the reprocessing research. And then in comparison Germany still has some portion of nuclea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dget. But most of them is used for the nuclear fusion. So I have to say that if Japan could convert those major part of energy R&D budget to the energy savings and renewables. And which is very still minor in Japan that it could be developed that more appropriate energy policy and technologies. And that this is the status of stored spent nuclear fuel in Japan. And in each power company region that there are several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now the Japan has the 54 reactors that including Fukushima Daiichi and Fukushima Dai-ni. And 48 is like currently available to be operated but still stopped. But as you see the spent nuclear fuel is stored at each nuclear power plant site is almost becoming whole. And then that it has been those nuclear spent nuclear fuel has been sent to the non-cultural reprocessing plant. and to wait for the process to extract the plutonium there. But it has not started the formal operation yet. But the storage site itself has been becoming whole. And then 97 percent of the spent nuclear fuel pool has been occupied already. And then that each nuclear power plant site like upgrades is almost a 70 percent is now full. So if the Japan starts the re-operation of nuclear power plant then we have to solve this problem of nuclear waste. And then CO2 emissions from different sectors. So getting back to the CO2 emissions that you could see that Japan of course that we stopped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So the emissions of CO2 are rising up that compared to 1990 level that in 2012 that 11.5 percent increased. And the major sector is the energy conversion sector and industry and transport and commercials. And those four sectors I have to say that according to the business but still the households are only the 5 percent. So also the major reason of the CO2 emissions. And utilities and big industries say that Japan is almost a very efficient country. So there is no reserve for the energy savings. So there is no reserve for the energy savings. But is it true? So this is the CO2 emissions from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heavy industries. And the basic level is that the trend of energy consumption per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 And compared to the 1973 which the first oil shock occurred. And then the Japanese industry steadily decreas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production. But you could see that in the middle of 80s it just stopped the increment of the energy efficiency level. And then it's almost steadily or some industries even increase the energy efficiency level compared to the 1985 to the 2010. So we could say that of course that som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as to be offered that in these 30 years. So we think that the Japanese industry still has the space to develop that energy efficiency technology in their industry. And actually that this is Japan's CO2 emissions trend from fossil fuels from 1990 to 2013. And the peak was actually 2005.And the second in 2012.And the second in 2007 and 2006-2013. I'm sorry that it just cannot be catched by the screen.So this was the peak. So even the two years ago after March 11th 2012 that it is the second. And then 2005 was the biggest emission years.So that Japan is just steadily increase the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s. And not only in the past but the Japanese utilities and industry has their plans to expand the CO2 emissions. And there are the last plans of future construction of coal-fired power plants.And actually the utilities and industry has a plan to open up the coal-fired plant about 13 gigawatt level from 2015 to 2012. And that Japan has the best renewable energy potential.And this is just a comparison of Hokkaido and Kyushu.And only in the wind energy but the 540 gigawatts of wind energy potential in Hokkaido.And it has the same like the 480 gigawatt of potential in Kyushu.And the Japan introduced that the feeding TALIF system in 2012, and this is the kind of a TALIF level for each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s you can see, it's a very generous TALIF for renewables. For example, currently more than 10 kilowatt PVs can get 32 US cents per kilowatt hour, so it's very high TALIF compared to the current German TALIFs or in the othe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onshore wind can get 22 US dollars cents, so it's very generous. And then as a result, like Japan could increase the renewable energy capacity and also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electricity supply from renewables in those two years. So we could add more than 15 gigawatts of PVs in last two year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electricity is increased from 1% to about 4% only in two years. But there are some little products, some real problem, but those implement is basically brought by only big PVs, so-called mega solar facilities. And if you see that the other renewables, the additional capacity under this feed in TALIF scheme, that it's still very low. And this is, for example, the growth of wind power. Actually, that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feed in TALIF, that wind could enjoy the minimal growth of 1.8% in in 2013 since 2001. This is because, not because that the wind technology is not good in Japan, or Japan doesn't have the potential of wind power. It's because that other policies were continuously introduced to, to, how can I say, that we start with the energy market expansion in Japan. And we think the biggest problem is the grid connection, because Japan is still, Japanese power company is still the vertically integrated, regionally monopolized big power company, and they own the grid, and they own their power stations, and then they do not want to buy renewables electricity from other companies. And actually, that last September, the utilities suddenly stopped that negotiation of the grid connection of renewables to their grid. And they say that there has to be a certain base road power supply, supply, and the renewables can get into their grid at the minimum level. And then saying, like, if the renewables absorb the minimum demand time, then it could be the difficulties in adjustment, especially at night, when the demand is very low. And that they included the all nuclear power plants, which are not operating as a kind of a base road power supply. And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waiting for the nuclear to come back online, so they cannot use their grid capacity for renewables. And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introduce the non-limited cartelment for renewables that from, actually that from next week, that they will have the new rule for the non-limited cartelment for renewables to be connected to the grid. So we think that the grid connection is the biggest issue, of the grid connection. And it is brought by the monotaurization of the grid by utilities. Some people said, like, because Japan is not connected to the other country, so that Japan cannot introduce that a lot of renewables. But if we compare with the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which has a rather high share of renewables with each power company in Japan, because for example, Spain could be compared to the size of Tokyo Electric Power. And then that actually that they do not have the sufficient in that connection with France or other countries. But their introduction level of renewables is quite high. Already they achieved that 30% of renewables in 2013. And they have the target of 40% of renewables by 2020. And of course, that the Denmark and Germany, they have the good interconnec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n they already reached the 44% in 2012 and then 25% in 2013. So we think that even that each power company doesn't have the sufficient interconnection, so-called interconnection in Japan, but compared to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they have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y have more flexibility, so they should be able to introduce the more renewables into the grid. And actually, sorry that it's in German and in Japanese, but even in Germany, which turns into the renewable energy leader in the world, that this is the advertisement by the utilities of German utilities in 1993, that it used to be said that they claimed that renewable energies, including PVs, wind and hydro even, that they cannot supply more than 4% of electricity in the grid, that they claimed in 1993. But in fact, in 2013, the renewables supplied more than 25% of electricity in Germany. And only PVs, that they supplied 5% of electricity in Germany. in Germany. So we could say that Japan is like still 20 years status that as they are German, Germany was. And that this is the recent figures, like that renewables are supplying more than one third of electricity in Germany than in this month. And that this is the comparison of Germany. Just an example, because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or some states in the US, have the similar scheme or policies that Germany has. So just a comparison of the Germany and Japan. But Japan hasn't introduced unboundary, and there's no regulations for for transmission operator for expansion of grid. And that there's no priority access to the grid for renewables in Japan. And that there's no priority dispatch, means like renewables that has a priority to be supplied into the grid that Japan doesn't have. And there's no kind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at Japan has. And also there's no compensation for renewables when it is carteled that Japan doesn't have. And as I said, that Japan will introduce that unlimited cartelment from next week. So it'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difficult market for renewables. And this is the situation of the electricity market in Japan. and 50 kilowatts and more is under competition, that it is called. And th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s about that 1000 terawatt hour. And then about the 70 percent is under competition. And under legislation is 33 percent, like households. But still, the market itself is monopolized by the existing big power companies, is at least like 96 percent. So there's no liquidity in the market for trading electricity. And this is a kind of a global wind power capacity that is growing so fast that especially in last decade. And this is the wind power leading countries. And you could see Japan is here, like still that put 2.6 gigawatts of wind power installation. And this is the PV power capacity that grows. It's hugely growing in past, like several years. And the solar PV installation leading countries, here that Japan is rather doing good, like third. And then that if we see the new calculation, new statistics from 2014, maybe that Japan will be the second in the world. And then solar electricity per capita basis, that Japan is leading the world. But if we want to be a little bit modest, that Germany is like this per capita basis, and Japan is here, and the world is here. So I think that Japan is more sunny than Germany. So I think that Japan could be more, that if we could have the appropriate policy to implement the solar system in Japan. And the nuclear power status in Japan. Actually, this is a global figure of renewables and nuclear. And this renewables, including big hydro, but I have to say that renewables are steadily supplying electricity more than nuclear. And then the last 10, last one, last decade, the renewables are really increased, as we see that this growth is brought by the expansion of PV and wind, especially. So those are the new renewables, not the conventional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at the nuclear is declining its supply. And this is the kind of Japan's nuclear status. So Japan is actually nuclear-free for 496 days. That's since 15 September 2012. So more than one year that there's no electricity from nuclear now in Japan. And the government and utilities started to talk about the decommission of aged reactors, which is over 40 years old. And those are like seven reactors in Japan that are about 40 years old or over the 40 years.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decided to introduce the scheme to collect money from electricity bill to cover the shortage of reserved funds for decommissioning by utilities. So the utilities will be recovered by decommissioning expense from consumers' electricity bill. And now the 21 reactors out of 48 reactors are submitted to pass the new regulation. So it means that they are waiting for re-operation. And the Sendai 1 and 2, which is owned by Kyushu Electric, will likely to restart operation in this year, that people says. But it is heavily connected wit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Japan. Like in Japan, there will be the local election in this spring. So the government might not want to restart those reactors before that local election, the people says. And it is really surprising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become to think there's no need to restart nuclear power, even if it passed the new regulations for the nuclear. According to the public pool, like NHK or Nikkei or Asahi, that more than 80% of the public really sceptic about restarting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Because it's because that the nuclear has been closed so many days, almost 500 days. And we could do, you know, without nuclear power, and we are increasing renewable energies. So people just became to believe that we do not need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this is just a kind of a status of Japanese heavy industry in the world, comparison of sales figures of companies. Those lights, three bars in light, is the Mitsubishi industry, Hitachi and Toshiba, that compared to the GE, Siemens, Alston, they are still spending a lot of money to nuclear power. And then that other three, like GE, Siemens, Alston, they get a huge revenue from renewables, but the Japanese heavy industry isn't. And that this is the status, like 54 nuclear power plants we had in 2010, but we shut down all, and actually that we supplied as much as the three reactors by the renewables, and as much as the 13 reactors by energy savings. And then this is not well known, so I just tried to explain a little bit. This is a kind of a show, the huge effect of energy saving. This shows the energy peak demand, electricity peak demand in Tokyo area, but compared to fiscal year 2010, that even the temperature incremented, we reduced about 10 gigawatt of peak demand in 2012 and in 2013. And I think it's great, because in 2011, people tried to save energy, so there was a huge effort. But actually, in that year, mainly the commercial buildings and the factories already invested in energy efficiency technology. So this trend is still continuing in 2012, 2013, and of course in 2014. So this is already constructed i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so we could reduce that as much as the 10 gigawatts. It's equal to the 10 reactors, 10 nuclear reactors in Tokyo area, and as a whole nation, as an energy basis, that Japan reduced about the 8% of electricity compared to 2010 in the following years. And I think that it's great that this trend is still continuing, and if you come to Japan now, that there's no kind of a, you know, the huge effort of energy efficiency that people try to do, but it's already set up in the daily live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energy is going on. So this is a constant trend of PV's tariff in Germany, that it's really hugely declining. And the solar cheaper in India than imported Australian coal, that those are the news articles. And the U.S. solar and wind start to outshine gas. And this is a kind of a publication from NREL, the UN Governmental Institute, that in 2013, that the average price of new wind power was 2.5 cents per kilowatt hour. And it was. In 2012, it was 4 cents. So it's really declining, it's continuing. And then on the other hand, like a strike price deal for Hinkley Point C, this is a nuclear power plant, it's plann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t is about the kilowatt, 16 cents per kilowatt hour. So it's very expensive. And this is a kind of a collection of news articles about the bankruptcy of the power utilities that in Europe, that how to lose half a trillion euros or something. And the buttonhole writes down the 4.6 billion dollars in the airing energy market. And also, GDF stress may scale back dividends after writing down the 20 billion US dollar billion. And actually, the recent review on the press conference on new coal press strategy, they decided to separate their power sector, and then that they will quit as a nuclear operator, and then they decided to concentrate on renewables. Even in Japan, the cost of PV is a decline. And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s in Japan, that communities and citizens get together for renewables, like in Germany, because the feed-in tariff assure the investors to get that revenue from renewable energy business. So the smaller group, easier to get into that business. And this is just an example. Energy is shifting from centralizing to decentralizing. The example from Denmark, that Denmark in 1980s, that they were supplied electricity by the several, the big centralized power plant, that the coal-fired power plant, and the oil-fired power plant. But they are shifting and shifted with the various smaller size of wind power, and also the decentralized cogeneration scheme, which combine heat and power supply facilities, and so not the centralized power facilities, but they are shifting to decentralized facilities. Those are the kind of one of the examples that the energy shift is going on. So opportunities for Japan and for Taiwan as well. So wind low-cost domestic resource is not yet used, so we have to use it. Japan is rich in wind, solar, biomass, and geothermal energy, and it is not used, so we have to use it.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has made Japan energy rich. Still, Japan wastes money importing expensive fuels.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use this fact makes Japan poorer day by day. So we have to overcome those difficulties. And Fukushima status, I just want to add several slides. After the Fukushima accident, solar-driven radiation dose rate meters are installed in Fukushima City, like this on by Fukushima City, in front of the Fukushima station, that this is about one year ago, September 2013, that you could see the 0.2 micro-siebelt. But if we just move 100 meters away from the rail station, that six times was like 1.28 micro-siebelt. So, and just a comparison, this is that I calculated, I measured in the hotel room in Taipei. It is at 0.07, so it's really 20 times higher than the Taipei level, I have to say. And even, by parking lot, just 500 meters from rail station, that in Fukushima City, 46 times worse. And it looks like 9.258 micro-siebelt, so it's like a kind of average, 10 times worse than the average. You know, 100 times worse than the average of the annual dose limitation. And it's just moving it a little bit, and it is just off-scale, so it's more than the 10 micro-siebelt. It's the reality in Fukushima as well. They are doing decontamination, but it just shifts the radio particles into the different area, or concentrates the radio particles in one area. And then this is the status, I will finish soon,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en decontamination is going on, but removing surface soil and biomass to build the plastic back mountain, but it does not get very well. And this is the reality, that huge package of the soil, contaminated soil, is accumulated in several parts in the Fukushima area. So, this is just the accident that the children were measured, and after the accident that the kids in Fukushima has to have the kind of annual sensor for the possibility of celluloid cancer. and also those school girls that are wearing the film badge to measure their radiation, and then go to school. That is the situation still going on in Japan, and we cannot forget this. So, with fossil fuel and nuclear energy, Japan is resource poor, dependent on importing all energy. But, with renewable energy, Japan is resource rich, relying on local domestic energy. So, we think that we need a paradigm shifting energ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我想,我們台灣跟日本很接近很像 就是說我們因為進口的話我們能源會的那種依存度 依賴國外進口能源依存度會無 Methudentes 不管是核能也好或零化的能源依存度會非常高 如果再生能源的話,我們就可以減少少很多依存度 這也就是說我們為什麼一直在推這個在這邊 一直邀請政府要在我們這方面來做 那我們非常謝謝唐處長 還有比卡 謝謝 Thank you 我們這一個 這個聲譴呢就到這裡結束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希望我們有一個 就是tea break 那大家喝個茶 我們儘快好不好 用五分鐘就好了啦 好不好 五分鐘 抱歉抱歉 因為時間的脫離 謝謝 那個工徒生你現在怕什麼